大家好, 又是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和銀 美國證券交易所委員會 批准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上市 比特幣現貨 ETF 在千呼萬呼中面世 開始投資界新的一頁 向來看好比特幣方舟投資者創辦人 Cathy Wood 預期 在 2030 年比特幣價格可能升至 150萬美元 大家猜到時黄金會升幾多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講下你的看法 事不宜遲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4 年 1.2期的金銀周報 這星期有兩大消息會影響黃金白銀 首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批准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上市 比特幣現貨 ECF 在千呼萬呼中面世 開啟投資者新的一頁 另外去年 12月消化者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 3.4% 增幅高預期的 0.2% 亦較前一個月反彈 0.3% 數據顯示 主屋成本乃是推升通脹主要因素 上月主屋價格按年增 6.2% 交通運輸服務價格升幅亦達到 9.7% 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長 Lawita 在 CPI 指數公佈後迅速向傳媒發表評論 Lawita 表示 12月 CPI 顯示聯儲局有好多工作要做 財能將通脹率可持續下降至 2% 他認為3月不太可能降息 咫相局 FactWatch 工具顯示 市場估計3月份減息機率降至 63% 由於3月份減息機率下降 美股三大指數在星期四和星期五都受壓 但過一星期截至星期五收市 美股跌0.03-102.43 黄金升3美元-2049美元 白銀升0.03美元-23.96美元 道指跌126點-37592點 標指升14點-4783點 納指跌448點-14972點 美國證券交易所委員會 批准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上市 當中包括貝羅德、方舟投資、副達及景順在內的11隻 ETF 消息公布後 比特幣價格在星期四亞洲上午時段上升至 46,900美元 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公布 將於星期五開始進行相關 ETF 交易 市場預計現貨比特幣 ETF 獲批後 將吸引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參與投資加密貨幣 分析指現貨 ETF 獲批首年 估計可吸引500億至1000億美元的資金 但 SEC 主席 Gary Jensler 對投資比特幣發出警告 Gary 聲明中表示 雖然今日批准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的產品上市和交易 但當局並未批准或認可比特幣本身 我覺得 Gary 講話真是有點矛盾 他說 , 投資者應該對比特幣及其價值與加密貨幣相關產品及風險保持謹慎 但市場預測新一輪的比特幣 ETF 或將比特幣價格推升至10萬美元 根據歷史 , 這將有助推動黃金板上升 由到需要大家支持我的時間 我現在只差約 60位訂閱朋友 Karma 頻道就有18000人訂閱 所以 , 如果你看到這裏你還未訂閱的話請你訂閱 你的訂閱是給我做片很大的動力 請給我點讚 , 請看廣告 並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美國首批11隻加密貨幣比特幣 Bitcoin現貨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開局強勁 首日成交達 46億美元 比特幣大好友伍德再唱好比特幣 伍德如了 最牛市的情況下 在2030年比特幣可能升至150萬美元 即使在紅市之下 比特幣仍有望攀上258,500美元 現時價格水平多過5倍 伍德又指出在基本情況下 比特幣將會為682,800美元 正當持有比特幣投資者滿心歡喜之際 真是變幻才是永恆 加密貨幣市場在星期53號面臨嚴重低迷 比特幣價格暴跌近10% 由46,500美元下跌至41,700美元 蒸發大量市值 市場分析系 在比特幣減半即將到來之前 市場普遍預期波動性將會加劇 導致比特幣大幅下跌 所以大家應該要小心注意 比特幣升得快跌得更快的特點 我發覺雖然比特幣星期五大跌10% 黄金並沒有下跌 我在想如果將來比特幣大升 黄金亦有可能不會跟隨上升 我利益申報 我仍然沒有持有比特幣 根據世界黄金協會分析 黄金表現整體優於新興市場股票 美國債券、美元、全球國債和大宗商品 唯一表現優於黄金的資產類別 美國股票和已開發市場的外國股票 但如果我們追溯到1999年 黄金的黄化表現也略性股票 杜瓊斯黄金商業指數 DJCI 使用期貨指數追蹤黄金市場 標準普二 杜瓊斯指數大宗商品主管 Byron 表示 自世紀之交以來 DJCI 的黄化回報率為7.8% 相比之下同期標準普二500指數的報酬率為7% 債券在這場競爭中甚至更加落後 iBOX 美元整體指數 衡量政府和公司債的表現 自1999年以來平均回報率為4.1% DJCI 在2023年12月創下歷史新高 回報率為12.8% 這超過債券和廣泛的商品市場 股市在2023年大獲全盛 標普500指數報酬率為26.3% 儘管存在美元走強和利率上升重大阻力 黄金在2023年仍表現強勁 黄金是一種非收益的資產 它不像很多股票那樣派發股息 亦都不像債券那樣產生利息的收益 這意味著在較高利率的環境下 持有黄金的機會成本較高 這通常被認為是對黄金的打擊 它確實影響了黄金在2023年3個季度的表現 儘管如此 黄金已經被證明是整個21世紀投資組合的力量 各國央行已經注意到黄金長期的表現 2022年, 香港黄金購買總量為1136噸 這是自1950年以來剩購買量最高的水平 這種購買熱潮持續到2023年 各國央行在2023年, 其儲備中又增加了800多黄金 在2024年, 美國將會減息 到時黄金和白金將會必聲無異 又到今期總結 2022年12月30號, 黃金收市在1819美元 在2023年底, 金價收市在2062美元 一年內增值13.3% 預測金價未來絕非易事 為了大家對2024年情況提供一些見解 我再整理一系列來自知名銀行 行業專家和金融分析師 對金價展望和預測 首先, 美國銀行 美國銀行認為在2024年 如果聯儲局在第二季之前降息 在2024年金價可能達到2400美元 瑞士銀行認為聯儲局寬鬆政策 將對黃金形成相當大支撐 分析認為黃金實際利率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關係 因為實際利率下降應該會推高金價 明年年底金價將達到2200美元 高盛預測2024年黃金平均價為2133美元 理由是銀行業壓力和美國可能陷入衰退等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下 黃金作為避險資產作用加劇市場擔憂 世界銀行預計 2024年黃金價格平均在1900美元 比2023年高了6% 然後, 隨著通脹和經濟衰退擔憂消退 黃金價格將在2025年回落 花旗集團金價可能上漲至2400美元的可能性相當高 但必須提醒投資者 這是一條崎嶇的道路, 需要耐心 荷蘭國際集團預計金價明年將創下新高 第4季的平均價格將達到2100美元 假設聯絕局在2024年第二季開始降息美元走弱 在2024年平均黃金價將達到2031美元 富國銀行, 黃金可能在2024年增強其積極價格勢頭 因為近期不利因素似乎將2024年逆轉並成為有利因素 預測到2024年底, 黃金價格為2100美元至2200美元 Incremantum AG 如果允許預測持續到增量衰退階段無形 最後階段結束, 最終結果是2024年底金價略低於2000美元 豐富退休信, 11月金價首次收於2000美元以上 當然, 黃金突破心理重要的里程碑 將吸引主流投資者和財經回體的注意 而從技術層面來說 這個突破最終為金價在2024年飆升至3000美元 瑞士亞洲資本由於加息和經濟衰退擔憂導致市場波動 在2024年某個時間, 貴金屬價格可能達到2500至4000美元 富爸爸, 窮爸爸作者羅伯特巨大崩潰即將來臨 可能有憂鬱症, 聯儲局被迫印製數十億美元 到2025年, 黃金價格升至5000美元 白銀價格將為500美元 卡馬頻道知識改變命運頻道認為 估計2024年股災可能會發生 到時, 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 白銀也會升上100美元 不過, 最後都學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最後, 如果大家想請我喝咖啡的話 香港的朋友可以掃描左邊的滬風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的支付寶 而海外的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喝咖啡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我的會員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是給我做編很大的動力 請按鈴鈴, 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看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順便 幫我打開 好了 快點 到 一 一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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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